好不好吃啊 好吃 哪个好吃 鸡汤 鸡汤 等一下妈咪接个电话 喂 什么 基础文件 我之前不是发给过你吗 行吗行吗 我待会儿找一份发你邮箱 知道了 没事没事 怎么就你一个人 圈圈呢 是吗 刚刚还在 去洗手间了吧 没有 我刚从洗手间出来 你好 有没有看到一个小男孩进去 没有 这么高 你就刚刚站我旁边那个 没有没有 这样你去那边找 我去这边找 找到了联系 别着急啊 没事没事 你好 请问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小朋友 灰色衣服 搭配这么高 你为什么要帮着 这心里 还是在别人 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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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春春 你干吗 对不起 我认错人了 不好意思 怎么样 我这边都问过了 都没有人看到过 怎么办了 报警吧 喂 谢谢姐姐 我妈咪马上就来了 全全 妈咪 你们好慢呀 全全 你吓死妈咪了 你知不知道 对不起妈咪 我就是想像爸爸一样 送你一个礼物 但我没钱 吓跑什么呀 把你妈咪吓坏了都 好了好了 没事不哭了 对不起妈咪 我错了 我家也不敢了 没事没事 全全 我们不哭好不好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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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妈咪不敢说你好不好 不哭了 我现在啊 才感觉我的心脏回到了身体里面 我真是不敢想 如果今天没有找到全全 我该怎么办 都是我的错 今天没有看好全全 你做得已经很好了 要不是你让他背下你的号码 今天晚上真的很麻烦 你把全全养得这么好 谢谢你 全全是我儿子 我 我超过他是应该的 但是你要我明白 一个人要带一个患有心脏病的孩子 有多难 你让我相信 当初我父母抛弃我 一定有不得已的理由 其实我应该谢谢你 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能感觉到全全越来越依赖你 当然我有点吃醋 不过我也清楚 不过我也清楚的 一个孩子 跟父母在一起时候的快乐 是我一个人给不了的 你让全全有一个完整的家 或许 我们也可以放下过去的所有事情 以全全爸爸妈妈的身份 一起去照顾全全 好吗 好 好 可是你明不明白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他心里始终会有个缺口 这是你替代不了的 我不会离开他 我答应过全全 我会一直陪着他 你的身体又比我小 你们别再玩感情游戏了 给我好吗 我们三个去做一个 属于我们一家三口的蛋糕 好不好 好 感谢你没有放弃他 让我在这个世界上 多了一个亲人 早上严律师把起诉同意书发过来了 我已经放你桌子上了 需要你签字 起诉同意书 起诉谁啊 明慧姐啊 你不是要抢回小全宝吗 我什么时候说了 你不知道啊 是董事长说你 董事长 你又打我小报告是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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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找的儿子 这不是好事吗 那我就顺带跟董事长说了一下 那起诉书是怎么回事 董事长说你既然这么希望小全宝 那就一定要帮你把他抢回来 我什么时候说我抢回来了 董事长说的 现在是我说 终止起诉流程 行 我马上去办 董事长 你能不能不要再管我的事情 你来了 滚开 董事长 不是 明慧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好 你现在解释 为什么又不解释了呢 为什么又不解释了呢 你快说啊 说你接近我跟全全不是为了博到好感 让你在打官司的时候多一些胜算 说你在这段时间对我跟全全好 不是有目的的 说你从来没打算把全全从我身边抢走 你说 好 我承认我一开始接触全全 是想多和她待一段培养一下感情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她从你身边抢走 你觉得你说这些我会信吗 你从来没有想过把全全从我身边抢走 你却已经找了律师起诉我 那不是我的意思 我从来没找过律师 欣喜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因为你觉得五年前我骗了你 是我先欺骗了你才有的全全 你恨我没有告诉你 是直接把全全生下来 所以你觉得哪怕你把全全从我身边抢走 也是因为我欠你的 也是我活该对吗 不是 你怎么就不能相信我呢 你五年前也问了同样的问题 你当时怎么回答的 你说你只相信你眼睛看到的 欣喜 你真的太残忍了你知道吗 我可以接受你恨我 你可以把全部的怒火发起在我的身上 我全部都接受 但是全全不行 没有人可以从我身边抢走全全 你也不行 从今天起你不会再见到全全 敏慧 敏慧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 就算现在在你心里 我是一个不择手段的混蛋 我也不会该让孩子离开妈妈这种事情 敏慧 星期出赛要去多久啊 我不知道 她没跟我说 可她都没跟我道个别 心情很忙的 她没有时间 那为什么她把衣服都带走了 连卫生间的牙刷和贴血刀都带走了 我怎么会知道呢 她有没有跟我说 行了 现在很晚了 快去睡觉吧 不行 我要跟她打个电话问问她 全全 你怎么回事啊 你不听妈咪话了是不是 我都说了现在很晚了 你要睡觉了 你知不知道 全全 你跟妈咪说好不好 现在是不是已经很晚了 星期现在已经睡觉了 休息了 现在打电话会打扰到她的 你想跟她打电话明天给她打好不好 你不是平时都给我戴右手的吗 如果你都请她打电话 如果知道结果是这样 我真宁愿当初不让你知道她是你爸爸 好 你还没睡啊 你怎么睡这儿啊 我这不是怕你心情不好 晚上睡不着嘛 就留下来陪你了 我怎么睡不着 我睡醒了 凌晨三点多了睡醒了 你也别着急了 敏慧姐就是一时气急了 你让她冷静冷静 等她气消了 你再让她好好解释一下 到时候不就原谅你了吗 我着什么急 我着什么急 她那个又小又简陋的房子 我早就不想住了 再说了我又没错 是她不相信我 我看你在她家住得不挺开心 至少没失眠 要不要给你热杯牛奶 不用了不用了 明慧说了 不会再让我见泉泉了 那我是不是也见不着小泉宝了 那我会想她的 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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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